我們現在觀察一個矩陣乘法的一種算法 其中一種演算法呢 基本上它應該也是算是 Defined Conquer的一種版本 原則上它就是將這個矩陣呢 做一個分割 那簡單起見它都是分割相同size的 方形的 方形的 summetries 那這個summetries 彼此視線呢它也就 像是這邊Di這一項的summetries 它就可以透過 相對應的A跟B summetries的方式 做一個乘法 那這樣的 架構的演算方式 嗯 湊巧呢 是非常 適合用在Cuda C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 接下來看相關Cuda C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是我們 Cuda C的一個 程式 呃這個程式的部分 我們稍微留意一下 呃在 前面的部分 在前面的部分 呃 我們這個副程式 這個當然就是一般的 我們一般的 呃非常 普通版本的 呃 矩陣乘法的演算方法 呃 基本上它就是三個回圈 那 我們 我們 打算是將 這 矩陣的 呃 每個方塊呢 每個方塊 把它分割成為 32x32的一個大小 那我們接下來看它有關 Cuda C它的一個 一個大概一個架構 我們知道Cuda C的一個大概架構 前面呢這邊就是它 啊 block的 一個結構 這個是一個 呃 dimension 3的一個 一個 一個struck 後面呢 是每個block 它所 跑的 直行序 那 原則上 我們當然就是 呃 將它每個block的大小 就切成 32x32 那 呃 剛好呢 在每個block 也就是它的一個 summitrix 齁 基本上呢 就每個entry 齁 就用 剛好呢 對應一個 執行序 齁 那這下面呢 就是它的一個 呃 計算的一個步驟 齁 原則上 就是像 剛才的 呃 這樣的 tile version 的一個 矩陣的一個 懲罰 講法 實作出來 好 那 在 我們一般來說 呃 我們用 傳統方式 計算結果 跟我們這樣用 呃 GPU 所計算結果呢 我們做一個 做一個 那個 檢驗 呃 只要呢 它是 就是在 相當誤差範圍 以內 我們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 所以這邊的 一個 應該是它的一個 相對的一個 誤差 那我們 取得random 好 原則上的矩陣 因為它的相似 很多 喔 所以我們是用 喔 一般C的方式去取 它每個 值的random的一個值 喔 那 這是我們 的 測試的 副程式的部分 喔 可以看到前面都是 蠻 一般 細程式的寫法 嗯 那 後面 在 從97行這裡 可以實施 KUDA C的部分 喔 KUDA C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 主要是 嗯 是 要將 將我們的 取證的值 要讓 GPU計算呢 我們必須要用 KUDA NALC 喔 將它 將它配置 記憶體空間 然後 透過 KUDA Memory Copy的方式 就 蠻類似 我們一般 的 C裡面的 Memory Copy的 形態一樣 將 A 比方說 A這個矩陣 將它 Copy到 GA 那當然 Copy的方向 它是 從 Hus to Device 所以我們基本上 是在GPU上 去做一些計算 好 那 然後 這邊呢 就是呼叫 我們剛剛的一個 函數 這個是我們 就定義在 前面的部分 計算 那 整個計算完之後呢 我們當然是 將 我們的 GC 計算的結果呢 將它 再 Copy到 C2 這樣 這個時候 它Copy的方向 是從 Device Device to Hust 好 然後 我們 這邊呢 測量它的一個 時間 當然我們整個 測量的時間 也包括它 Hust to Device 還有 Device to Hust 之間的 資料傳輸的一個 時間 都在計算當中 好 那 下面呢 這就是呼叫 我們傳統的 一般的 矩陣的一個 乘法 好 然後 分別計算的時間 那我們 將 這個記憶體空間 然後將它 釋放 開來 主乘式的部分很簡單 我們的 矩陣 都是 1024x1024 好 那我們 編譯執行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 用 Qtac 在GPU 計算 它的 所花的時間 不過是 0.034秒 那一般 我們用 CPU 計算的 大概是 3.26秒 呃 加速 的 倍數 是 95.5 以上 所以 可以看它的 加速 速度 是很快的 那我們當然這裡 跟我們的 分別 比較一下它 不同 之間機器的 我們 我們所用的 是用 GeForce GTS 970 的 呃 顯示卡 那我們 系統 的 部分 我們是用 i7 6700K 的 CPU 那 在 這個 計算時間上 差異 其實就將近 快到 100倍 好 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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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